那种高效的统治力啊 哦 吕正如 拖出来 前面快攻的机会 刚刚好 这是两个老将的配合 没有快攻的情况 就要围绕着布拉达 哦 这边 ankle break 吕正如晃倒了王后吉王 比赛的节奏 又是吕正如 哦 玉龙反倒是两分超前 王子刚的出手没进 又是吕正如前面快攻 有人偷跑 胡凯霞轻松的上蓝的分 他们等了12年了 哎 这个球差点失误 吕正如的迁入再给布拉 在篮下 哎呦呦 布拉拿到篮板球之后 直接扛进来了 但是因为有赛瑟夫的关系 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像前面 把贡丸放到锅子一样那么轻 这么关键吗 那叫心态 那叫一种霸气 吕正如的三分球 Bull 3 卢冠轩再回给 拖车变成了Marcus King 布拉还没有到 但是吕正如已经结束了进攻 再出来 简号很久没出手 力道大 周博成 换吕正如来出手 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对周博成 传球都传最最稳的地方 最不会失误的地方 就是吕正如在玉柔 拉掉 放枪 再给吕正如一个假动作 带一步的集挺出手 吕正如今天on fire 是简号拿到 一个假动作 再比两个假动作 晃掉了丽亚哥 这怎么回事啊 Pose 耐心的找 耐心的找 吕正如的切入裁判享受 能够拿下第一场比赛 追成1比1平手 后面五战三 大家站在这种公平的基础 那这一定要直接犯规啊 犯规了啦 一定要犯规了啦 还不犯 压力 紧张 紧张 第17季 SBL超级篮球联赛的 final 总冠军赛 game 1 88比83 就算了 了